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第二句 凡是学过就会 凡是没学过就不会 这两句话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我再说一遍 第一句 凡是会就很简单 凡是不会就很难 凡是学过就会 凡是没学过就不会 今天我问在座的各位 走路简不简单 你们都会说太简单了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学会走路的孩子来讲 走路难不难 太难了 对于会开车的人来讲 开车简不简单 太简单了 对于不会开车的人来讲 开车太难了 对于会游泳的人来讲 游泳太简单了 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讲 游泳太难了 为什么你说简单 因为你会 为什么你说很难 因为你不会 为什么你会 因为你学过 为什么你不会 因为你没学过 凡是会就很简单 凡是不会就很难 凡是学过就会 凡是没学过就不会 今天让你们出去随便找份工作简不简单 肯定太简单了 因为你们花了几十年 花了几十万 就学会了怎么找工作 当然简单了 但是让你们像我一样白手起家 像马云一样白手起家 难不难 太难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 不是真难 是因为你不会所以难 你为什么不会 不是因为你真不会 是因为你没有学过 走路是如此 开车是如此 游泳是如此 创业亦是如此 赚钱亦是如此 投资亦是如此 一个人会百步穿扬 百步穿扬那个每次都能收中靶心 但是有一个灌酱油的说你没有什么牛逼的 那个灌酱油的 它灌的也很准 因为他学的是这个 因为他学的是这个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学会了就简单 没学不会就很难 真的是这样 涨这么大 请问有人教过你怎么赚钱吗 涨这么大 有人教过你怎么投资吗 涨这么大 有人教过你怎么创业吗 No 没有 所以必须要学财商 财商就是教你怎么创业成为企业家 教你怎么投资成为投资家 周老师有一个学生在深圳 做服装 做了两年亏得一塌糊涂 他说老师这个行业不太适合我 他又做IT 又亏了好多钱 他说老师这个行业不太适合我 做餐饮又亏了 他说老师 我说停 我送你一句话 他说老师你说 我说不会游泳总是换游泳池是没用的 我不知道这句话你们听懂了没有 他听懂了 他跟着周老师学了半年的财商 出去创业 做服装 服装 转 做IT IT 转 做什么什么转 他终于搞明白了 原来学会游泳以后 不管去哪里游都能游 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 周老师还有一个学生 在东莞 老公是开玩具厂的 辛辛苦苦二十年 赚了三千万 把钱全部给他老婆 他老婆拿这个钱去投资 做股票 炒了五年 把两千万变成两百万 说实话 他老公是不知道的 他真的是很担心 他老公知道 然后他自己都想自杀了 有人说周老师可以帮到你 周老师是炒股天才 周老师炒房天才 周老师炒股一年可以赚几千万 周老师炒房一年可以赚几千万 周老师进行企业 做财商赚钱 太厉害了 你去上他的课 他上我课的时候是带刀过来的 如果我能帮到他 他就跟我学 不能帮到他 现场就拿 准备自杀走了 对不起老公 我第一天讲财商 他不相信我 第二天 我有一个弟子上来分享 这个弟子年龄很小 也是个八零后 姓孙 他是个单亲家庭 他的母亲炒股 是专业股民几十年 一直在亏钱 他从小 从他母亲 脸上都没有看到过笑脸 所以他发誓 我大学毕业以后 一定要帮助母亲 把股市里亏的钱 全赚回来 大学毕业以后 他找他母亲要了两百万 拿两百万去干嘛 很多人会说炒股了 这就是普通人的思维 拿着两百万 花了一百五十万 去学习怎么炒股票 只要是在中国这篇热土上 讲投资的课程 讲跟股票有关的 全部报一遍 半年时间 一百五十万学费全花掉 还剩五十万 他终于把股票整懂了 他终于搞清楚了 到底什么是股票 拿着五十万进入股市 第一年赚了将近两百五十万 第二年赚了将近四百八十万 第三年赚了一千五百万 他在股市炒股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亏过钱 每年都赚钱 在上海给他妈买了别墅 买了豪车 专业股民 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在中国创业这么难 在国外创业那么简单 因为在中国我们压根没有学过 我们不会 所以难 为什么在国外创业那么简单 因为他们会啊 因为他们学过啊 所以他们就很简单啊 当我们今天亏钱的时候 我们就会羡慕股神巴菲特先生 纵横过海 四十五年 从来没有过钱 为什么 花二十九块钱买本巴菲特 这段好好研究一下 巴菲特先生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每年最少投资两万美金 学习怎么炒股票 换句话讲 还是那句话 凡是会就很简单 不会就很难 学过就会 没学过就不会 我们之所以在中国创业这么难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学过 所以一定要走进财商教育的课堂 一定要跟我们持续学习财商 让财商成为我们的生活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真真正正的有一天 学会创业 学会赚钱 学会投资 让赚钱创业投资都变得很简单 穷人和富人第一个区别 就是收入方式的不同 就是赚钱方式的不同 学会了赚贝罗收入的方法 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获得财富自由的生活 这是穷人和富人的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穷人和富人的第二个区别 花钱方式的不同 穷人越花钱越少 富人越花钱越多 为什么很多人会穷 他不知道怎么花钱 今天周老师要教你们怎么花钱 让你们的钱越花越多 那么我们讲穷人和富人的第一个区别 收入方式的不同的时候 让我们生起了一个梦想 那就是财务自由 要想财富自由 有了梦想以后就干嘛呢 失去行动嘛 no 是要给自己设计划 就像打仗一样 先给自己设计划 那么财富自由的计划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价值五个亿 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赚到五个亿 所以这句话就把它写下来 财富自由的计划 不断地增加资产 不断地减少负债 不断地增加资产 不断地减少负债 增加资产后面写上 增加资产就是增加被动收入 减少负债后面写上 减少负债就是减少支出 那当你不断地在增加资产的时候 就是在不断地增加被动收入 当你在不断减少负债的时候 就在不断减少支出 那总有一天 你的被动收入会大于支出 你就怎么样了 财富自由了 那怎么样增加资产 怎么减少负债呢 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我们今天很多人压根就分不清楚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比如你们认为房地产 在今天的中国是资产还是负债 有人说是资产 有人说是负债 黄金呢 股票呢 汽车呢 有人说是资产 有人说是负债 每个人定义都不一样 那到底房地产是资产还是负债 黄金是资产还是负债 汽车是资产还是负债 股票是资产还是负债 我记得当年清奇先生讲过一句话 给资产和负债下来个定义 这句话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写上资产 不需要你工作 就能够把更多的钱 装进你口袋的东西叫资产 写上资产 不需要你工作 就能把更多的钱 装进你口袋的东西叫资产 来负债 不需要你工作 就把钱从你口袋掏出去的叫负债 负债 不需要你工作 就把钱从你口袋掏出去的叫负债 换句话讲 你买了一个东西让钱流进口袋了 叫资产 你买了一个东西让钱流出口袋了 叫负债 现金流流进口袋 叫资产 流出去叫负债 那今天我们在中国 可能分不清楚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但是我们都去银行办过信用卡 我们去银行办信用卡的时候 请问银行是怎么说的 银行是不是这么说的 你在我行有没有资产啊 资产越多 信用卡格度越高 资产越少 格度越少 没有资产不给你办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请问银行告诉我们说 什么是我们的资产 房子 车子 信用卡 我们的银行存款 等等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资产 太棒了 那请问银行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在中国 如果学过会计这门课程 财商有四个学科所具备 仔细听啊 财商有四个学科所具备 第一个叫营销学 第二个叫财务知识 第三个叫投资学 第四个叫法律 你必须要把这四个东西给掌握 周老师就因为 清秦先生这句话 我自己自费上了大学 我读了三年的专科 读了三年的本科 然后无数个夜晚 周老师下班以后 然后去学校上课 然后 我没有读完初中 没有读高中 直接上业大 然后自学 危机分 周老师能够考95分 会计学 周老师能考98分 那么西方经济学等等这些学科 包括金融学 全部都在学这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做一个老板 要想有财商 必须要懂这些东西 第一个营销学 我们后期会议堂课 专门来讲营销 然后第二个财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讲 财商的财务知识 老板最起码要懂得 看三张财务报表 第一张叫资产负债表 第二张叫损益表 第三张叫收入支出表 也就是现金流量表 老板必须要懂得看三张财务报表 我们在中国学过会计都知道 中国的记账法是什么记账法 借贷法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借指的就是资产 贷指就是负债 那请问银行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房 我们的车 我们的信用卡 我们的存款 都是我们的资产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假的 因为在银行的借贷表里面 其实我们贷款买的房和车 并不是我们的资产 是他们的资产 举例说明 我们今天在中国贷款买的房 贷款买的车 到底是我们的资产 还是我们的负债 其实是我们的负债 因为我们贷款买了房和车以后 每个月钱要从口袋流出去 我们每个月 要向银行月供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个房 借银行一百万 按照三十年等额等息算法 我们要还银行将近两百多万 所以房产正在银行手上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房产是我们的负债 而是银行的资产 那如果说我们一次性负款买的车 自己开 这个时候车是我们的资产 而我们的负债呢 其实还是我们的负债 为什么 加油要不要钱 停车费要不要钱 保险费要不要钱 税要不要钱 过路费要不要钱 我们买了车 这个车还是我们的负债 我们贷款买的房 这个房是我们的负债 是银行的资产 那么我们一次性负款买的车 车是我们的负债 那它是谁的资产呢 有借必有贷 一定是另外一个人负债 那反之一个人的负债 也一定是另外一个人的资产 那它是谁的资产呢 4S店的资产 保险公司的资产 停车厂老板的资产 中石化中石油的资产 然后国家的资产 我们越买车越买房 他们就会变得越流钱 而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穷 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当你买完房买完车以后 你会发现 随着收入的提升 你的支出只会越来越提升 你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陷入了老鼠赛跑 赚钱 然后越贡 然后再赚钱再越贡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永远是钱的奴隶 因为不管是你贷款买的房客车 还是一次性负款买的车 其实都是你的负债 那信用卡是我们的资产 还是我们的负债呢 银行免费让我们办信用卡 送积分送礼品还包邮 请问银行是不是做慈善 肯定不是 银行不做慈善 它为什么让我们办信用卡 很简单 我们办了信用卡以后 只要刷卡 就有商户向银行付手续费 我们分期付款 向银行付利息 我们不刷不好意思 开了卡以后被激活 如果一年没刷完六笔 要付年费 换句话讲 只要我们办了信用卡 不管刷不刷 都有人要银行付钱 所以信用卡是银行的资产 而是我们的负债 银行会找N多人 然后到处摆摊 让我们办信用卡 因为信用卡就是银行的最大的资产 我们今天很多人赚钱的目的 就是为了买房 买车办卡 买房变成了什么 房奴 买车呢 车奴 办卡呢 卡奴 恭喜你来到了奴隶社会 97%的人就是这样 沦落成奴隶的 谁的奴隶 钱的奴隶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钱的奴隶 因为我们这辈子奋斗的 买的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是负债 所以穷人越来越穷 当穷人越来越穷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富人越来越富 为什么 因为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想等 我们的资产 一定是另外一人的负债 那反之我们买的负债 通通都是别人的资产 我们今天越来越穷了 而那些4S店 开发商 然后银行 保险公司 中石化中石油 他们变得越多钱了 周老师名下好几台车 每一年付保费 都付将近十几万 所以我的车 其实对我来讲是负债 而对保险公司来讲是资产 我们今天银行 保险公司 已经变成了世界500强了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当一个国家 银行变成了这个国家 最会赚钱的企业的时候 说实话 这是我们所有民营企业的悲哀 所以讲到这样以后 你们就明白了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现在你们能分清楚吗 一定要分清楚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来考考你们 看看你们能不能分清楚 中国老太太和外国老太太的故事 中国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想买房 没舍得买 攒了一辈子钱 到最后人死了 钱没花了 钱放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放在床底下 一个是存在银行里 外国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就付着个首付买的套房 一直在越贡 贡到死的 前一天终于把房子贡清了 我要问的问题是 中国老太太和外国老太太 谁有资产 什么是她的资产 很多人会说 中国的 中国什么是资产 钱 两种钱 哪种钱是资产 有人说是床底下的 有人说是银行里的 请问床底下的钱 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答案是负债 为什么 你想想 如果你的母亲 三十年前拿了五万块人民币 放到床底下 今天三十年以后 你把那五万块拿出来 还记得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吗 什么是资产 不需要你工作 就能把更多的钱 装进你口袋的东西 叫资产 什么是负债 不需要你工作 就把钱从你口袋掏出去的 叫负债 请问 你的母亲三十年前 把那五万块放到床底下 有没有让更多的钱 进你口袋 答案是没有 而且这个钱 今天拿出来是生殖的 还是贬值的 贬得一塌糊涂 三十年前的五万块 可以在农村盖洞瓦房 今天五万块 买个瓦票都不够 所以放在床底下的钱 是负债 那存在银行的钱 是负债还是资产的 很多人说是资产 因为有利息 有利息进口袋 错 官方承认的通货膨胀率 每年百分之十 我们人民币每年都在贬值 如果你存在银行 请问存定期 利息有多少 两个多点吧 今天 央行年年降息 降到两个多点 那百分之十的通货膨胀 减去百分之二的利息 相当于你的钱 每年这一百分之八的速度 迅速贬值 这是官方承认的数据 不承认的可能比这个还夸张 我今天没法讲 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 今天你在银行存了一百万 加上利息 其实在你年底取出来的时候 你的钱只值 九十二万 那很多人说 老师太棒了 幸好我没有存定期 你没存定期 你比他们还惨 因为你是活气 活气的利息是多少 零点零二 零点零二就意味着你的钱 在以百分之九点八的速度 迅速贬值 这是真相 所以中国老太太 做了一辈子钱 他没有资产 那外国人有没有资产呢 很多人说 有 什么是他的资产 有人说是房 那什么房是资产 两种状态 一种是月供下的房 一种是一次性负金的房 哪种房是资产呢 很多人说 月供下的房 回答错误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月供下的房是负债 每个月钱要流出口的 那很多人说 一次性负金的房是资产 请问一次性负金的房 自己住 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负债 还是负债 为什么 请问你自己 住你自己的房 要不要交水费 电费 煤气费 维修基金费 物业费 钱每个月还是流出口袋 很多人说 老是不对 我的房子升值了 记住 我们在投资学里面 有一句话叫 落贷为安 今天你的房子升值了 但是你没有卖 有没有可能 明天你卖的时候 它又跌了呢 或者卖不出去 叫有价无市呢 要 说明你自己的房子 只要是在住的状态 不好意思 还是负债的状态 周老师的老师 在15年前就告诉我 未来房地产会成为 中国最大的资产 周老师卧底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你们能叫得出名字的 房地产公司 周老师都干过 不管是中原地产 然后这个美联地产 21不动产 我家 就是这种 所有的房地产公司 我全部干过 换句话讲 周老师卧底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是这种八年 讲房产投资 没有人能讲得过 周老师的第一统 已经就是炒房子赚的 周老师在深圳 开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刚开始用5000块 包住两栋农民房 每个月拥有 10万块以上的 币中收入 周老师在深圳 成立自己的 房地产公司 开始买卖商铺 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因为买卖商铺 让周老师 迅速财富自由 那么讲房产投资 在中国几乎 应该说 没人能讲得过我 我用我卧底 中国房地产 八年的经验 用我炒房子 十几年的经验 告诉你 房产只有在 三种状态下来的资产 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大家好 我是新疆教授 文章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的 周老师学堂 那么我们会 用三个月的时间 再来一起 公布这个学堂 来实际开场 让每个人 跟周老师一样 开始对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